部署呢? 有三隻 我先說第一隻 超大佬你都一定查我台Facebook Facebook 為什麼呢? 今次的取向會反過來選一些 以前會有段時間選一些美國經濟好 選一些美國經濟本土 今次是反過來的 今次就盡量選 因為其實美股市場的特徵是全球化的 選一些就算美國經濟出了事 都不會很high Facebook就肯定是其中一隻 因為你 業務夠分散 你美國出問題好嗎? 它有其他市場 另外就是它有網絡網絡 對實體上不會有影響 只要有些人覺得可能會好 先不說好 但起碼影響不大 變成它跟市場跌下來 是可以做的 雖然你說可能現在的幅度 不是太多 即197元 你可能還覺得高位都是220 跌下來都是一成而已 但是參考以往 它多數是 如果用今次 我看回我以前的模特兒 我大購股今次 底下可能是197元左右 OK 差不多了 所以現在這個範圍可以 開始考慮一下第一處 你明白 買股票不會太準確 你不會設定 190元買到 就馬上飛走 就算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OK 第一隻是FANG 第二隻是FANG 其中一隻是FANG Amazon 沒錯 OK 第二隻是Amazon 是的 Amazon 就直接在 你看到 是即時有影響的 就是 出了好熱跡 之後 反過來 那段 基本上已經抹掉了 是的 現在保溫裂口 現在保溫裂口 保溫裂口還在下跌 是的 但是其實你想回一件事情 就是 無論是在美國也好 或者你在中港的經驗也好 是的 其實你看到阿里巴巴 在中港的經驗 就算告訴你停泊樓 結果大家估值上 是不會覺得很大問題 是的 因為你知道不會永遠停泊 那麼 Amazon 香港人更加明白 最近不斷在Amazon上搶 我自己也看過 過去這一兩個月 是的 是的 我都買到一根包卡 是的 很明顯是 事情又不是那回事 所以其實跌下來是 可以做的 不用擔心 OK 但是是確實的 它過往是挺強的 尤其是最近這一段 所以其實回調也還有 我給你一些參考水平 可能是1920至1950左右 是1920至1950 1950 OK 這樣就可以開始看見 但是買多少就很難教 自己因 是 是 大約分兩三柱 現在 是 OK 第二隻 Amazon 第一隻 Facebook 1920至1950 可以考慮 第三隻 這隻 我覺得反而是 風眼 因為是芯片 這隻 TSM 我覺得是 危中有些機 我先說說什麼 台積電 一直都喜歡 都是那些 技術很厲害 都不用說 在今次的情況 大家看到 日本、韓國都出事 尤其是韓國很嚴重 是的 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如果韓國要繼續 即可能未來的兩個月 都要繼續用現在這種 停工的模式 沒有辦法短期復工的話 其實Samsung 那個半導體10%就會斷債 你要明白的問題 就是基本上 其實說 晶圓 不是晶圓 應該說是半導體的廠 真的做半導體廠的部分 其實大的Player是不多的 是 有外判出來 即是說 不是做來自己用 例如Intel自己有自己的 但是 做來是折別人的單 基本上最大的就是 就是TSM 三星和大台市場 OK 所以我的想法 就是 你當作 求少少少信分一票 就是 我猜台灣 因為早了通關 是 會沒有這麼嚴重的 嗯 那就 變成 接了Samsung的單 可能會因為這樣 有少少便利 就是說 Samsung沒有了單 當然不會這麼快的 你也知道 不是 我現在去吃快餐店 去大家樂靜集法會 話轉 話轉 不是大家樂不開 我立刻可以過去的時間 是的 但是 總是一個好處 而且我覺得 那件事就是 你其實一直下來 由60元做頂 下來 其實現在已經開始反映了部分 就是大家對半導體 那樣東西的擔心 已經開始反映了一部分 是 我覺得再可以跌下去的位置 不會太多 嗯 即是港間可能10%來 就應該分成乎 OK 那現在最新是55元 那如果你說要買的話 那位置在哪裏呢 例如當現在 你55元 是 其實 你好像這一類型 我覺得甚至乎你就可以 現在開始做少少 是 是 是 做少少一點 做少一點 如果你的範圍夠闊 就是 想法就是 我預計一成 是 可能 50元 四個多 然後 然後 跌穿 Firm break 50元 那就斬了 都很難的 是 這是一種做法 另外 一種偷雞的做法 就是趁這段時間 在勾緊 或者美股就算彈也好 都不會突然間 馬上彈回 是 是 在彈在震盪的時間 在這個時間 可能做些四月 甚至乎五月 嗯 OK 是 4月 但是起碼這樣 都 都賺到錢 是 是 兩個選擇 正股的話 就現價開始 慢慢分斷買 又或者你可能等它 就是 就是 再震盪的時候 你就走去買些 四月五月的 call 就55元 這樣 是 好 好 三隻 第一隻重複Facebook 190元買 Amazon 1920至1950 另外 TSM 就是剛才已經說了 那個策略 有兩個 一個選擇 一個是正股的 OK 好 那就看看有沒有問題 先問Thomas 是 有些人問Visa Visa Visa或者Shopify 行不行 Shopify 這陣子我都在看 是 是 剛才說的 因為呢 第一站 即是 沒有 只有十多分鐘 不說太多 我只是說些大腳步 是 是 其實中價都會有些選擇 那麼 SHOP 即Sofify 都是其餘一隻 是 但是 操作會比較難 因為 第一個水位是偏高的 其實都還未見估下來的 那些人都還未死真不惜的 是 那你預算它 其實有些機會 一天衝 可能8%至一成都會有些機 是 是 是 你要買就預牙價 餓 另外一種做法 如果不是非買它不可的 你就撐 它有這樣的 就是它有我剛才說的那一天 你就不妨開始搞些 是 即是跌8%至10%的時候 是 那就買了 OK 好 另外有個問題 RX想問 Thomas 高通其實和台積電的話 你覺得兩者的 即是怎樣選擇呢 又或者你會怎樣分析這兩者的 其實呢 高通那時候 我不是之前也有說過的 那時候覺得 選擇它的原因是 純粹因為它 在底部很久 然後整個 CM-Connectar已經行債 再加上它又有 5G的Trips 即是相關技術 即是有那些專利 那我就覺得不可以試 但是 現在的問題就是 現在下來了 即是現在是那種 如果你要買CM-Connectar 你是 即是一地都是的 可以慢慢減 慢慢減 我就不會很特別 想選擇它 尤其是 那樣東西的反應是什麽呢 那些人經常說炒5G 但是你發現5G 只是在中港股市才行動 其他外面的那些都不行的 是 就算有段時間在外國 譬如有些 都不怕說了 有隻Code 雖然我現在都不會買的了 有隻東西叫做K EYS K EYS K EYS 是做一些5G的Testing 就是那些器材那些測試 那些東西都曾經炒少了 也炒過 但是你看到現在全部都不行的 是 所以我就不會很特別選擇 選擇 QCOM 我寧願是用回 即是我真的想著 噢 半導體就是核心技術 嗯 但是想著就是 疫情過後大家 好一點了 那誰會第一個 跑回帳 我就是先撐住那些 是 是 花時間搞其他 叫做Second Tier 或者次選 這些東西 噢